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他就嫁给公主了 被成为驸马了 他对公主说他在这个国家是王子 因为逃婚逃过来 其实他是欺逃过去的 然后他就以王子的身份跟公主结婚了 但是公主一直不知道他是个乞丐 他很多恶习 很多习气 但是公主觉得王子可能人家就这样 就伺候不住他 他今天写这个 明天写那个吃饭也写这个做的不好吃那个 就是发脾气 就很矫情 这个公主就没办法 有一天从他这个国家来了一个老乡 来了一个人 这个公主见了就说 哎呀你们国家那个王子怎么那么难伺候啊 你教我点方法 怎么你们国家王子有什么样的 这很难伺候 我跟他结婚 你看这挺累的 那个人就知道他是个骗子 人家的王子在国家嘛 就知道肯定来了个骗子 骗子公主 但是这个人肯定是个君子嘛 他觉得已经是这样 两个人结婚了 你现在这样说他是个骗子 第一他可能被杀 第二呢 与国家也是有辱国家的名义嘛 那就教这个公主说是 这不是两国语言不一样嘛 他就用他们国家的语言跟这个公主说 你回去就跟他说 以前你在家穷的什么也没有 你吃的粗茶蛋白 现在敲气啥呢 下次吃饭的时候你就这样说 那公主这啥意思 他都听不懂 说你记着我怎么发音 其他都不用管 这都咒语了 密咒嘛 说你不用管啥意思 你就记着怎么发音就行了 这公主每天回去 一吃饭就对着这个人说 说你那会儿穷的啥也没有 那个问题是这个人能听懂吗 他是他们国家的家乡术语嘛 他听不懂 是有人知道他这个骗子 老老实实的 每天安安复复吃饭 给啥吃啥给啥吃 所以你不知道他知道 这就是咒语 我会想成了 我会想成了 你吃到什么 你也会想成了 你给啥吧 老实话